大家好 我是美罗 很抱歉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更新视频 也没有直播和叔叔阿姨们见面聊天了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美罗了 自从我家自己的生活 分享在互联网上以后 遇到了许多未曾蒙面 但甚至亲人的叔叔阿姨 知道你们对我近期的状况有些好奇担忧 所以我想我不应该继续逃避下去了 我应该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是叔叔阿姨 你们也知道美罗的文化有限 请允许我用文字的形式 来给你们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然后叔叔阿姨们 也希望你们能谅解一下 和少华过去的一段经历 给了我很大的反值 又同时给了我反思的机会 在消失的这段时间内 我想了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今天周明明提醒 勇社和叔叔阿姨们 聊一聊了 一开始 我很自奔 不敢吃些在镜头面前 因为我害怕大家的质问 质问我和少华究竟怎么样了 也害怕大家的同情 曾经我再一次被人施耍了 虽然我没有更新视频 但是我一直关注着 叔叔阿姨们的动态 我经常由来 叔叔阿姨们的评论 说实话 有些评论让我很难过 不了解情况的人说 我刚和少华在分开 怎么又和向阳在一起了 说我随便 傻 其实我并没有怨获过任何一个人 因为大家能从我视频中看到的 只是我生活极小的一部分 并不知道我们从在一起 到分开的肢体世界 此次你们的评论 也让我看到了你们对我的担心 我很感动也很纠结 说实话 我并不 我并不愿意去公开谈论 关于曾经的那一段 被人所熟知的那段过去 我认为 既然已经分开了 那就往后各自安好 各本前程 可当我看到有一些 在对我的误会评论时 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 觉得有些事情 确实是我应该澄清的 这是对我 对少华 对朋友姐的叔叔阿姨们的 一个交代 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 少华确实释放了我不少 所以我也在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她 我还卖了我唯一的房子 只为了让她的公司路过南瓜 而且我也从未后悔过 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对方 只想要让对方好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她会突然 废弃我们之前的视野 在就是 什么都没有留下的情况下 突然就消失了 经过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打探 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 她其实是有未婚妻的 而且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众人心里再痛苦 我也要接受现实才行 其实我一直以为她 一直都是有苦衷的 但是叔叔阿姨们 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她居然是这样子一个 不顾一点情谊的人 因为她的妻子知道了我的存在 她为了哄她妻子开心 然后就多次发信息 骂我 甚至还逼着上华 然后让她的那个 来了两个她的伙伴 把我家里面的冰箱 什么东西的 所有全部都拿走了 她们在我本来痛苦的那个生活上 真的是雪上加爽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这只是一段不太美好的经历 我也不想对她们影响 我只会更加的去努力成绩 也希望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一直支持美国 至于夏阳哥 她是在我生活过得最艰苦的时候 被烧花和她的痴子污蔑 精神上受到打击的时候 出现在我身边 我们是在其事上偶然相遇了 却没想到因此结下了深深的有余 正月我要重新做账号 想要再一次记录生活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全新的一面 所以说 夏阳就成了我视频里面的常客 其实夏阳她对我很好 在直到我遭遇了这些之后 她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 一起来污蔑我 骂骂我 而是多次从经济上帮助我 又从精神上面安慰我 她告诉我 生活是活给自己看的 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 这样才能活得强大 活得幸福 嗯是的 我 我觉得我现在的我 就是缺少一颗强大的内心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 真的我可以接受一切不好的事情 我也可以用一颗强大的内心 去包容所有的不友善 不公平 我也可以有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夏阳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 她很幽默 很重情业 嗯 似乎有些鲁马 嗯 但是对我来说 却有了一个知心 伙伴保护着我 抗担着我 我知道 曾经前的各位叔叔阿姨 嗯 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我个人的情况 你们都在猜 我是否和向阳在一起了 嗯 我也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我现在还没有接受向阳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因为上一段的练起 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敢 就轻易尝试新的一段练起 嗯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我自身 我是贫困山市出来的 一个农村人孩子 你们也知道 我在上一段 《少法纳尼》的感情当中 我受到了阶级差 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 我现在更愿意相信 门当户队 而向阳家庭条件好 是成立的 我始终不认为 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所以 我逆约把这段 列起提在有期下面 经常会有人告诉我 像我这样子的农村女孩子 被父母抛制 还有年龄大的爷爷奶奶 身上甚至还有负债 没有人愿意吃我 而我也比不上成女人 面对这些女儿公知 我都能坦然接受 因为我始终相信 只要自己自立自强 就能活出自己 我一直都想做好自己 但很多事情都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 每到遇到这些 难以预料的情况时 我发现 我越来越迷失自我 仔细想想 好像昆明了 之中 这不是我想要帮给大家的 从来都不是 我何德何德 能让四位蒙面的女们 这么喜欢我 又怎能舍得 让女们承受我的 封面歧视呢 所以 我很突然的停根 停泊 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有很多叔叔阿姨 一直发私信 问我去哪里了 时间长了 我不怕逃避 我只能面对现实 面对大家 面对大家所有 关心我的 是叔叔阿姨们 对我持之以恒的欢心 让我走出了那段 痛心疾首的那段过去 也是你们对我的苦力关怀 让我看到了人间的真情 所以 我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改变自己 接受所有的不幸运 与幸运的你们 再一次 共同成长进步 最后 十分感谢叔叔阿姨们 这么久以来 一直以来 对美罗的支持 你们还能治的美罗 真的很感谢 如果没有你们 我想 我的生活 会更加的痛苦 从今往后 我会持续的 去更新视频 支持分享 我们大厦里面的生活 不会辜负 不会辜负 叔叔阿姨们 对我的关心和信任 让我们在彼此成长 相互陪伴中 过好往后的每一天 谢谢我直播界的 真的很感谢你们 这一路以来的支持 谢谢 谢谢